在国内知名风水大师混元禅师祈福下 建筑公司董事长江洪志与副董事长江荣卿 亲自完成按量仪式 代表这一栋基隆近年少见的超高楼 在立即一千多天施工后进入最后阶段 在基隆市长里又参与市府团队近几年努力下 基隆市蜕变有成 看好基隆未来发展 业者投资将近30亿元 在基隆港东岸港口特区打造指标性大楼 6月49号之前我们基隆有办了一个城市博览会 那大家印象中基隆就是一个很旧的 没有什么变化的一个城市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呢 大家可以来基隆走走看看 看看基隆身为一个很重要的国门 它哪里不一样了 那港多明珠呢 就是位在这个我们基隆港进来的第一个转角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楼高29层楼的 一个超高楼层的建筑物在基隆诞生了 坐落于基隆港东岸的29层超高楼 不仅坐涌港区无敌上海美景 整栋大楼设置64组日本KYB制政器 加上柱中柱的建筑工法 让居住更加安全 广东民族工地呢 坐落在一个研盘上 所以呢 当初在挖地工的时候 花了将近18个月的时间 才挖到地下四层 所以 这个建筑物在这个地基上 是非常的坚弱磐石的一个地基 本家采用了KYB的制政器 有日本进口的制政器 那在这栋大楼呢 总共安装了64组 它能够有效的随时能够阻挡任何的风向 或者是地震上的那个波动 然后再来我们有采用 带云发的柱中柱的工法 每一个素质都是有一笔枯的钢筋 把它枯成的 所以不会有断点的问题 专政前来主持祈福仪式的混云参事也期盼 这栋超高楼能成为台湾头新明珠 在街人 一位女王 这个靠 就是这栋起来 这栋起来 就是一栋明珠 所以有福气 有这样的人 欢迎 来 大家来这儿 董事长江洪志表示 这一栋地上29层地下4层的超高楼 共有近120户及超过150个停车位 预计最快年底完工 渴望成为基隆临港新地标 也是见证基隆四港蜕变重生的指标性建筑 记者张琪腾金融报导